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以罗马教皇为元首 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在16世纪 教皇将他庞大的财富投注在美术品上 让米开朗基罗 拉斐尔等人 绽放出他们各自的才华 也让梵蒂冈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心 这里是基督教的圣地 同时也是美的殿堂 传承一些因信仰而造就的质保 已有500多年了 梵蒂冈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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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彼的广场是这个国家的门户 同时也是中心地带 在教会举办特别活动的时候 这里总是被25万多名信徒所淹没 圣彼得大教堂俯瞰着广场 与此同时它也是梵蒂冈的一大象征 大教堂外面被140具圣人雕像所包围着 整个国家人口不足800人 神职人员就占了其中一大半 圣彼得大教堂的高度大约为138米 是基督教最大的教堂建筑 在其入口处有五道大门 最右边的大门被称为神圣之门 这道大门刻有圣经故事的浮雕 每25年才会开启一次 届时教皇会亲手开启它 据说到时候如果能穿过这道门 罪过就能被赦免 一旦你踏进内部 就不禁被它的庞大所折服 从地面到天花板的高度 高达44米 覆盖整座大教堂的装饰 都是知名艺术家或建筑家的作品 在中央画上神的模样 巨大的穹顶象征着天国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 米开朗基罗设计的 在穹顶的下方 你所看到的是带有天盖的祭坛 这是由巴洛克时期的大师 贝尼尼所设计的 缠绕着月桂树的柱子 呈螺旋状扭曲 将观赏者的视线往上牵引 在象征洗礼的鸽子彩绘玻璃投射出的光芒之下的 是由贝尼尼经守的圣彼得主教宝座 这张有装饰物的椅子 就是圣彼得的宝座 在拉丁语中 圣彼得就是圣伯多禄 彼得是耶稣的头号弟子 同时他也是基督教会的首任教皇 因为彼得在此殉教 所以范蒂冈被认定为是圣帝 又因为他的目的在这里 所以这里叫圣彼得大教堂 这个画面描绘了圣经中 耶稣将通往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 并且将教会托付给他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佩鲁吉诺的作品 彼得代表弟子们 从耶稣手中收下钥匙 金钥匙是天国的钥匙 而银钥匙代表的是地狱的钥匙 钥匙象征着罗马教皇的权威 一直传承到现在 罗马教皇被视为神的代理人 在全世界都有信徒 是天主教的最高权威 同时他也是全权掌控 梵蒂冈的国家元首 担任教皇警卫的 是来自瑞士的卫兵 从16世纪初 向同盟国瑞士要求派遣援军以来 现在还有将近100名瑞士卫兵 维护着梵蒂冈的治安 据说这身色彩丰富的制服 是由米开朗基罗所设计的 这里是天主教的总部 梵蒂冈 有个地方和圣彼得大教堂一样 并这个国家傲立于世 那就是收藏了基督教质保的 梵蒂冈美术馆 在这家美术馆收藏的质保之中 有一件作品格外地引人注目 这里高13米 宽41米 是为教皇而设的祈祷处 西斯廷礼拜堂的天花板上 画满了神创造天地的壮丽故事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 米开朗基罗花了长达四年的时间 才完成的大作《创世纪》 神在第一天将光明带到了混沌的黑暗中 从此以后便有了白昼与黑夜 然后神创造了天地海 并创造了太阳与月亮 分别支配白昼与黑夜 神在创造了动物与植物之后 也创造了和自己相像的人类亚当 神即将从指尖注入生命 而亚当无力地伸出手 米开朗基罗戏剧化地呈现出 世界上第一个人类即将诞生的那一刻 有多么紧张 接着神让亚当睡着 从亚当的身上取下肋骨 创造了第一位女性夏娃 亚当与夏娃受到蛇的诱惑 吃下了神禁止的智慧之果 犯下了人类的第一条罪 他们俩被逐出乐园 同时他们永恒的生命也被剥夺了 亚当与夏娃的子孙非常繁荣 使罪恶在地上蔓延 于是神降下了洪水 最后一个故事讲述的是 诺亚一家人依靠方舟躲过了洪水 成为了人类全新的祖先 在创世纪的周围 有七位预言家 另外还有五位巫女 在这幅壁画中登场的人物 总数超过三百位 每个人都像雕塑一样 看上去非常的立体 人物的背景 还有梁柱等等 都非常具有立体感 这个壮阔的世界 几乎是米开朗基罗一个人所画的 人们赞美到 他是借上帝之手 才完成这幅画的 这是刘存下来的纸笔石的素描 从这不自然的姿态可以看出 绘制时有多辛苦 直到米开朗基罗着手绘制创世纪以前 他其实一直是名雕塑家 这是米开朗基罗25岁时制作的圣母莲子像 表现出了圣母玛利亚的悲伤之情 训教的耶稣身体下沉 而圣母玛利亚非常悲伤 这尊由一整块大理石制成的雕塑 后来成了米开朗基罗的代表作之一 米开朗基罗究竟为何绘制出了创世纪呢 创世纪是16世纪的时候 握有权利的教皇尤利亚斯二世所委托创作的 教皇被圣母莲子像深深地打动 圣情委托米开朗基罗绘制 让他绽放出了全新的才能 当时尤利亚斯二世还委托了另一名年轻的艺术家 为他进行创作 那就是拉斐尔 雅典学院 这幅画描绘了好几位古希腊智者 他们汇集在庄严的建筑屋内 尤利亚斯二世请拉斐尔将该画 绘制在宫殿中自己的书斋内 是唯一一件没有上帝或是圣人的作品 真理就在精神的世界里 柏拉图指着天这么说 而与之相对的亚里士多德则主张 本质存在于地上的万物中 好像边数着什么在议论的 是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 在他们前方的是数学家毕达·戈拉斯 他曾表示只有数字才是一切的起源 他正在笔记本上写东西 手里拿着原规在上课的 是几何学之父 数学家欧基里德 拉斐尔本人也偷偷地出现在画中的一角 这是提倡万物流转学说的哲学家 赫拉克里特斯 据说摩特就是米开朗基罗 这是拉斐尔被创世纪所感动后 为了向米开朗基罗表示敬意 才把它画进去的 拉斐尔用庞大的规模表现了人类的祖先 与古代的教会的睿智 这幅雅典学院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 颇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拉斐尔凭借其优雅的画风受到欢迎 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代表性画家 其作品迄今还留存于世界各地的美术馆 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 这是卢浮宫美术馆收藏的其代表作 圣母子与诗席者圣约翰 在朴素的田园风景中的 是年幼的耶稣与圣母玛利亚 圣母温柔的表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耶稣身旁的 是为耶稣施洗的同样年幼的圣约翰 比起其他画家 拉斐尔绘制温柔的圣母功力更高 因此被称为圣母画家 在梵蒂冈美术馆内 也有拉斐尔所画的 两幅有关圣母子的名画 这描述的是受人敬仰的 玛利亚成为天国的女王 由耶稣为她戴上冠冕的场面 叫圣母代官 画在圣母子下方的是圣人们 他们全都聚集在已经空了的棺木旁边 仰望着天上的玛利亚 共同歌颂这个奇迹 白百合花象征纯洁 而玫瑰花象征爱情 它们是最常出现在圣母画中的植物 藉由描绘人物的细节 画家让整体的优美感显得更为突出 拉斐尔在年仅十九岁的时候 创作了这幅画 这描绘的是玛利亚温柔地抱着幼年的耶稣 叫弗里尼奥圣母像 这是拉斐尔二十九岁时的作品 离画下圣母代官有十年的时间 仰望着玛利亚的 是定制这幅画的 尤利乌斯二世的秘书官 还有圣人耶柔米 左边有诗席者圣约翰 此外还有圣方济各 拉斐尔把表情温柔祥和的圣母玛利亚 画进了三角形这种协调的构图之中 范蒂尔和美术馆 范蒂尔美术馆内收藏了许多以圣母为主题的著名画作 左边的圣人 左边的圣人手持白白荷花 玛利亚身披的红色斗篷象征着天国 这是佛罗伦萨画家弗拉安杰利科 在十五世纪前半期画下的 天使拥戴的圣母子 弗拉安杰利科 这个名字有天使般的僧侣之意 对于同时身为虔诚修士的他而言 慧至圣母玛利亚就等同于虔诚的祈祷 有时因为太感动了 他甚至还会一边作画一边流眼泪 这是菲利普李皮描述圣母代官的作品 他和弗拉安杰利科一样 都是修士画家 但李皮的性情和安杰利科正好相反 他曾经从修道院私奔 因其奔放的人生而闻名于世 天使们演奏音乐 共同祝福着圣母玛利亚 据说李皮以和他私奔的修女为模特 画下了受耶稣代官的圣母 这是被誉为祭坛画的诗人 克里维利所画的独特的圣母子像 这幅画融入了和现代美术相通的设计要素 和其他画家笔下的圣母玛利亚画像有所区别 像因贸易而繁荣的威尼斯派画家的风格一样 在拜占庭美术风格中也富有东方风情 克里维利也很注重装饰的细节 其表现手法细致 留下了许多独一无二的圣母玛利亚画像 这是和克里维利一样 生于威尼斯的大师奇香的画作 圣母子与诸圣人 他用柔软的笔触画出了在云上 被天使所围绕的圣母子 在地面上站成一排的是彼得 塞巴斯蒂安等圣人 瞧啊 这是年幼的耶稣 人们都想从圣母玛利亚那平静安稳的表情中 得到些许安慰 在文艺复兴时期 以提香还有拉斐尔为首的许多绘画大师 互相砥礼 描绘充满慈爱的圣母 永远的首都罗马 他的历史与天主教教会密不可分 这个城镇在文艺复兴时期 曾经是罗马教皇所拥有的领地的中心 到罗马旅游的人都会造访这里 赫莱维喷泉 由神话中的诸神守护着的喷泉 是教皇请巴洛克时期的建筑师精心打造的 这是罗马的一大特色 观光马车 马蹄在石子铺城的路上 采出悠闲的声音 现在看到的是罗马的一大地标 仙贤寺 仙贤寺是一座神殿 公元二世纪为了献给众神而建造了它 公元七世纪之后 它成为了天主教的圣殿 因此在众多古代建筑被摧毁之际 它才能保存下来 拉斐尔的坟墓也在这里面 这里是古罗马原型竞技场 斗兽场 据说在暴君尼禄的时代 许多基督徒在此遭到残害 他们都沦为了猛兽的腹中之物 在中世纪的一段时期内 这座竞技场曾被当作石头切割场 其建筑物有三分之二已经被摧毁 多亏了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四世 他在十八世纪时 曾呼吁应对此地加以保护 这里才能够保存原貌 在古罗马时代 原型竞技场成了基督徒的殉教之地 现在对天主教会而言 这里也是个神圣的地方 十六世纪初 在原型竞技场的附近 挖掘出了古代的雕塑 拉奥孔 这是以希腊神话为母版的作品 它雕刻出了神话中祭司和两个孩子 一起被巨大的海蛇活活勒死的情景 该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挖掘出 被梵蒂冈美术馆纳为藏品 除了米开朗基罗以外 它也影响了其他为数众多的艺术家 在十六世纪 教会发生了分裂 还有神职者堕落等事件 使天主教教会的权力受到动摇 教皇将庞大的资金 投向建筑和艺术 打算借此重新让教会掌握权力 结果令很多艺术家留下了作品 让文艺复兴之花在罗马尽情地绽放 在提倡回归人性的文艺复兴时期 艺术家通过绘制 比以往更具人性的耶稣 传递了一些更让人感动的圣经故事 这是被当成文艺复兴时期的 十四世纪前半期的画家乔托所画的 史特方尼斯基祭坛画 位于中央的是坐在宝座上威严的耶稣 画面左边所描述的 是首刃教皇彼得 避教的场面 彼得在梵蒂冈被处刑时 据说为了表示对耶稣的尊重 他要求将头朝下钉上十字架 画面右边的则是圣保罗 殉教的场面 他为天主教的普及 做出过很大贡献 位于画面下方的是站在圣母子 还有天使两旁的十二使徒 乔托被认定是第一位 真实地描绘出自然以及人类的画家 有别于以往平面式的画法 他用深度创造立体感 构建了文艺复兴的基础 这是继桥托之后 活跃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贝尼尼的作品 他描绘了摩大拉的玛利亚 以及耶稣的信徒来到垂死的耶稣身边 耶稣身上有着些微的血红色 让人预感他不久后将要复活 后来有许多画家都继承了贝尼尼 这种细致地表现色彩的画风 包括他的徒弟朱利亚诺德等人 这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刮起新风潮的奇才 卡拉瓦桥的作品 他用戏剧化的方式表现出埋葬耶稣的场面 充满了丰富的临场感 圣母待在一旁非常悲伤 莫大拉的玛利亚也是 卡拉瓦桥强调光与影的对比 绘制出了如同照片一样真实的耶稣 隆起的肌肉以及肌肤的质感 还有手掌上留下的钉横 这些全都被详尽地描绘了出来 这幅画可以说是卡拉瓦桥最杰出的作品 大大影响了伦伯朗以及卢本斯 甚至连后世的巴洛克画家们 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抓住耶稣基督以神的模样出现的奇迹的一刻 这就是拉菲尔的大作 耶稣的复活 弟子们登上了山顶 耶稣被光芒笼罩 上天的声音宣告 耶稣就是上帝之子 这是被耶稣的神圣光芒所倾倒的 弟子约翰 彼得 雅各布 这幅画中还描绘了另外一个奇迹 耶稣很快就治愈了被恶灵附身的一个男孩 将圣经中的两个场景放在一幅画内 是种创新的构图 光影的对比也很出色 另外还灵活运用了蓝色这种色彩 这幅画成了拉菲尔的遗作 他37岁的时候就英年早逝了 在文艺复兴时期 天主教的威望日渐地动摇 邻国神圣罗马帝国的百姓发动了暴动 其权威遭到了更严重的打击 教皇立忧时事 为了筹措改建大圣堂的经费 滥发可以赎罪的赎罪券 因而受到了非议 于是整个社会兴起了宗教改革运动 1527年 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对罗马展开掠夺 支持宗教改革的帝国军队袭击了罗马 他们尽情地破坏 掳掠 因为对教会的不满之情急剧高涨 甚至让人诉诸武力 这是将罗马分为东西的台博河 在河岸边的是圣天石堡 它与教皇的宫殿相连 曾是一座要塞 罗马军队来掠夺时 教皇躲进了这座要塞 然而一个月之后 他不得不投降 并支付了巨额赔偿金 可谓受尽了屈辱 让没有退路的教皇 有机会扭转局面的 是绘制创世纪的米开朗基罗 高十四米 宽十三米 在二十九年前 画下世界起源的礼拜堂内 米开朗基罗又画了结局 在世界末日 耶稣再度降临 将地上的人分成上天堂的 即下地狱的 这是天主教最让人害怕的教义 最后的审判 左边是被选中可以上天堂的人 右边是被判有罪 将被推入地狱的人 中央是壮硕又充满威严的耶稣 这个形象打破了以往宗教化的常规 在总数将近四百人的人海之中 耶稣执行了冷酷的制裁 米开朗基罗借用这幅打破常规的画作 想要表达的是 只有信奉天主教 才是唯一的救赎之道 同时他也重新宣告了 罗马教皇的权威 后者继承了天国的钥匙 米开朗基罗几乎从不让人观看 他创作中的作品 因为画中的大多数人物都全裸着 这一构想太过新潮 必定会受人攻击 人类是按照上帝的样子被创造的 要说这世上真正美的 而且又能诉说真实的 那就是裸体 这幅画可以说完整地表达出了 米开朗基罗的这个信念 但部分教会人士却批评这是冒犯之作 这幅画甚至还面临过被摧毁的危机 却因为艺术家们的反对 并在另外画上遮羞布 才幸免于难 米开朗基罗花了六年时间完成这幅画 这是被扒下人皮的殉教者 据说这是已经年迈 还挑战这幅画的米开朗基罗的自画像 天才画家米开朗基罗的这幅权力之作 暗示基督教的未来虽然混沌 但又将再度充满力量 与此同时 他也预测了延续文艺复兴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而时至今日 米开朗基罗这幅气势磅礴的壁画 和创世纪一样 成为了梵蒂冈美术馆最吸引人的作品 如今天主教拥有十一亿信徒 占了基督徒数量的一半 他也是基督教的最大宗派 范蒂冈美术馆传承的许多珍贵的画作 描绘了上帝与人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五百多年后的今天 他们也依然散发出神圣而又耀眼的光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